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問頻道 格仔在這裡 大力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就要說說法國警方那邊相信 有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他拿藏在香港 我們今天就要對這個可疑人物 進行一個大拆解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之後的就是另一宗案件 在昨天的凌晨時分 有五名少年遇到警方的折查 企圖逃走 其中有三個人被捕 兩個人逃脫了 還指到當中有人站著搶家餐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 有熱狗之稱的熱血公民 他的副主席鄭錦滿 在擺街站的時候 竟然公然不大罩 還要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還說到這樣做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態度非常囂張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最後的就是 記協走去司法覆核 指到警方阻止記者採訪 以及使用過份的暴力 今天就出了個裁決 就判機協敗訴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在昨天就有個消息說 有一名來自法國的危險人物 他現正身處於香港 法國警方還警告說 如果任何人遇到他 都有可能有危險 首先我們聽到這件新聞 第一時間的反應一定是非常擔心 很怕這個人就真的在香港 而且一旦遇上去 都不知道是一個危險人物 對我們的生命 和人生安全是會構成威脅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大拆解 這件事 這一個人 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如果這個人 真的曾經犯下一個這麼嚴重的罪行 而且是匿藏在香港 他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且還要盡快歸岸 來還我們一個安全的環境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整件事的背景 這個人物 我們暫時叫他做瓦利 瓦利在2011年 在他工作的地方 一個法國機場的控制塔裏 將他的上司 Jean Meyer 利用一個美國印第安人的戰斧 來將他堆壞 事後他馬上離開了現場 就開始了他的走路人生 事緣此末 法國的警方相信 是因為醫生 診斷了瓦利 他有嚴重的情緒態度問題 診斷了他有抑鬱 避害妄想 和可能他有精神撕裂 而指出他沒有辦法 在工作環境下正常地工作 而被Lay off 有可能因為這樣 而他就以這個行為來報復洩憤 法國那裡的逃犯緝拿員 一個叫Jacky Crawley的人 他就說他非常聰明 當他進行他的走路計劃那個時候 他第一時間 就去了這個Swycerland瑞士 他還將他的手提電話 用郵寄的方式 在瑞士送去一個不知什麼的地方 來引渡警察錯誤地跟蹤他 之後他還輾轉去澳門 然後來了香港 他還將他的護照 他的旅遊證件 裡面的他的姓氏O 改了做Q 來掩人耳目 但就在2014年 他在香港曾經因為非法入境的問題 就被收監過 直到2016年 他就消聲匿跡 一直以來 香港和法國兩邊的警方 都是秘密地進行搜捕 但就在無頭髓的情況下 2018年 就收到線報 就說他依然還在香港裡 而這個消息 兩邊的警方都相信 因為在2014年 當他因為非法入境而被收監的時候 他的旅遊證件被沒收 即是說 他以正常途徑 是不可能離開香港 而這個線報還說 他在香港已經有一個新的人生 有工作 有妻子 有子女 還有新的朋友圈子 法國警方最近才把這個消息公開在媒體公開給大眾 他們說 他們將會非常非常崩潰性地不開心 如果知道他再犯 以及說 如果他再犯的話 不可以原諒他們自己 這個人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任何人接觸他都可能被遇害 他有99%的重犯機率 這些就是法國警方說的事情 新潮民看到這宗新聞之後 就 我們知道 無論我們自己也好 大眾也好 都對這件事 很提心跳膽 很多疑慮 萬一遇到他那怎麼辦 即是說 香港這個城市 有一個計時炸彈在這裏 而我新潮民Sentino 因為我自己 就對這個行為心理學裡面的 行為心理剖析技術 就比較認知 而行為心理剖析技術 就是一貫 美國的聯邦錦衣衛 用來分析這類型的罪犯的心理技術 所以我看到這個案件 和看到這則新聞裡面提供的資料 我就翻查下去 看完全世界的新聞 但讓我看到一些 充滿範駁 和充滿不合理的地方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人 如果他犯下了這麼嚴重 殘忍的罪行的話 他是必須要被收監 必須要承之於法 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 但我現在想指出的就是 這宗案件所提供的資料 整個過程裡面有很多不吻合的地方 所以我想講一下 我們從這個雅利 個人開始講起 他全名叫Karim雅利 雅利是一個O字頭的姓 他就成功改了到Q 他這個人的特徵就是 他胸口和大腿都有兩個紋身 胸口的紋身就是一個Tribal 即是那些軸銳的紋身 上面有一把火 這個是一個戰鬥的象徵 他大腿的紋身就是一個撒旦的圖頭 撒旦就是西方世界裡的魔鬼的象徵 他右邊臀部是有一個胎記的 當警方在他的家裡搜查的時候 就發覺首先他家裡 是有一個耶穌像倒轉來放在這裡 是一個反耶穌的象徵 第二就是 他家裡有大量的 就是這些啤牌裡面 那隻Joker的牌 那隻小丑牌的集合 而大家都知道 雅利是一個小丑的崇拜者 他特別崇拜一個2008年 一個蝙蝠俠的小丑角色 那個角色是代表了 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他要帶來社會嚴重的動亂 來指責這個社會的偽善 還有要跟這個社會攬炒 而他是極度崇拜他的作風 嘩 這麼像黃絲 其實都頗像的 這個人還是陰謀論的極端相信者 他相信這個世界 是一個共濟光明的團體 來掌控這個世界 這種人呢 又相信動亂攬炒 又相信陰謀論 其實人本身就是 將自己的不如意 將自己的失敗 歸咎於身邊的人 怨天怨地怨人的人 這個是最普遍的心態 第二就是這個人一定很自卑 為什麼人會相信陰謀論呢 我之前都講過了 為什麼人會相信陰謀論呢 就是他們覺得問題不在自己身上 拒絕去承認問題在自己身上 他們很自卑 覺得自己被欺負 覺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得不到 陰謀論 為什麼會敲到這些人呢 就是陰謀論 他們好像掌握到這個世界的真相 他們有這個power的感覺 好像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我知道真相 原來呢 所有人都有問題 不是我有問題 來敲到一些自卑和不甘心的人 以上這些東西 就是他顯示到 他人的思維和性格 現在我再看他那個 案情的種種世戰 在犯罪心理學裡面 我們要分析一個人 他究竟是不是一個 黏了線 會連續連環地去周圍害人的人 而這件事也是我們香港最害怕的 我們最害怕就是有個 很瘋狂的 我們要分析一個人 是不是這種人 我們要看幾件事 第一件事我們要看 一個叫MO 他的慣性手法 第二件事我們要看 一個叫受害ology 就是受害者學 首先他是做過一單 他沒有什麼所謂MO可言 但我儘管都可以講一講 首先他用的刑具 就是一個美國印第安人土著的戰斧 這個東西有得解釋 第一他胸口 對應他胸口裡面那個 族裔 戰士民生 是有連貫性 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 美國印第安人當年 當白人過去的時候 大量的美國本土印第安人 是被白人掠下的 是很無人性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 反抗白人世界的象徵 而這個戰斧 你是要特別去買的 不像他是去機場做事 然後拿一個消防虎去發洩 就不是隨手拿出來 就是說你要特別去買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對你來說 是有象徵性 另外就是他的手法 他帶著這個戰斧 他就在他的受害人身上 就帶來了很多的傷勢 就是說他不是 以一個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來去搞定這個人 他是洩憤為主的 我們叫做Over K Over K 動詞不能夠說出來 接著我要看 他如何處置這個身體 他是處置這個身體 沒有處置可言的 就這樣把身體 留在那裏 他就走了 我們再分析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 機場充滿安全 也都沒有環境講究分析 和部署可言 所以當大家在想 他會不會是一個智慧型的犯法者 他會不會是一個 我們看電影那些瘋線 精心策劃一件來搞人 其實這件事就開始不可能了 他是一個衝動 而有固定目標的凡事者 還有一件事我看看 一件事叫cooling off period 即是冷靜期 但凡我們分析一個人 是不是連續做這些事情的人 就有一件事叫冷靜期 冷靜期是一個pattern 即是我做完一單之後 我隔多久會做一單 那他沒有一個一單 據說他在瑞士那時候 就曾經用不同名義去租車 其中一架車 就遺留了一把染紅的工具 但又沒有證據顯示 他用過來有另一個受害人 又沒有這些東西出來 我就找不到 那所以呢 嚴格來說在新聞資訊裡面 只有一單 那從這些我可以知道 一件事就是 他不是一個享受這些 搞事過程的痴線路 他亦都不是一個智慧型 精心策劃搞單這樣的東西 來作為娛樂的痴線路 那第二件事 他會不會是一種 我們叫Mission Based的人 即是以使命 來作為搞事 犯案的人呢 Mission Based的人 即是說 有些人就覺得 這個世界充滿邪惡 那我就是正義的化身 我就是為了我的使命 就要去動人 這樣 亦都沒有證據顯示到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是的話 他們應該會在現場 就不會有這麼大量的 洩憤的象徵 他們在現場 還會留下 很多 鯛魚 或者那些 說話 來給他們的假想敵 或者是警方 來去挑釁 那又沒有證據顯示這件事 所以如果香港的公眾覺得 這個會不會瘋狂 會不會到處找目標來亂來的 好像我們看電影那些那樣呢 那暫時 證據顯示 就 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們去看第二件事 就是 話說他在香港 已經改頭緩面 有一個新的人生 這個是法國警方收到的線報來的 新的人生包括 他一直以來走路都是沒有錢的 就是他要做事 要賺錢 他在香港有新的工作 有新的老婆 有新的子女 和朋友圈子 這件事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 如果他曾經被醫生 斷定他是一個 情緒有問題 態度有問題的人 不能夠正常地工作的話呢 就是 說他有抑鬱 錯鬱 說他個人呢 過分執著 避害妄想 甚至有可能呢 有幻覺幻聽的話呢 感知障礙的人呢 那其實是不可能正常地工作 和 carry他整個人生 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沒有辦法 carry到工作 更加黃論 有正常的感情生活 生兒獄女 甚至有朋友 其實是不合理的 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硬解釋一下 會不會有可能 他仇恨的都是西方世界 覺得西方世界有什麼 共濟光明 那些秘密組織呢 他們掌控的 很邪惡 所以來到中國人的世界 他覺得好些呢 會不會這樣呢 第二就是 他會不會一直以來 很規律地 用藥物來控制自己呢 這裏又要講一下 如果他是用藥物來控制自己的話 即是他有看醫生 有看醫生的話 這個新聞一出來的話 所有這些 這些臨床心理精神科的診所 醫院啊 立刻會和警方來通風報信 立刻會有消息出來 那又或者 他會不會用一些 非法的開心藥 來支持他的精神狀態呢 亦都有可能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無論合法 和非法的藥 來支持 都有嚴重的副作用 即是 如果他是 是一個很嚴重 有問題的人呢 他用這些藥物控制 是有一個限度 而很容易被trigger 而他的工作能力 現在是越來越下降的 所以 其實是 不是那麼合理的 解釋也是很牽強的 另外 我們分析的人呢 會不會再犯 再搞事呢 我們要講一件 叫Stressor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下 香港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給他 Stressor 第一就是 大家知道去年 2019年 有大量的上街事件 和這個 反政府事件 大家見到 這麼大量的人走出來 遊行示威 舉了這些英美旗出來 在他們這種陰謀論相信者的人眼中 這些就是西方 暗地裡的秘密組織勢力 來侵蝕一個地方的象徵來的 如果他是仇恨這些東西的話 這些 一幕幕的片段 應該會trigger到他的 底線 有沒有見他出來搞事呢 又沒有 另外我想講一下就是 法國和香港的引渡條約 就在2017年開始 直到2020年 我們香港有國安法成立 法國第一時間撲出來 說要cancel了這個引渡條約 這個引渡條約的政治問題 到底和這件事 我們在今時今日才公告出來 又有沒有關係呢 大家現在才知道這件事 大家現在才知道這件事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但凡這些危險資訊在街上 警方呢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盡量就會以這個秘密調查 來去跟進 為了令大眾不要恐慌之餘 最主要就是不要讓他當事人知道 引他再犯 不要了不起他 但是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又突然間公告出來呢 偏偏是現在呢 其實整件事 有很多 不合理很矛盾的位置 我自己都一時三刻 解釋不到我只能夠說 裡面很多資訊都有很多 反駁的地方 我再強調多次 這個人犯下如此冷酷無情 嚴重的罪行呢 無論他在香港也好 法國也好 世界哪裏都好 他都應該承諸法 他都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但我單倫這個案件 我看到這麼多事情 無論在政治立場 無論在這個犯罪心理分析那裏 各方面 我都看到很多反駁的地方 阿艾力你怎麼看 我聽完整個分析之後 就知道這個阿尼就在2014年 因為非法入境就在香港 就坐牢了 那麼去到2016年呢 他最後就消聲匿跡 直至到現在 2018年了 就有消息指 他在香港那裏出沒 直至到現在 那麼我就在那裏想了 其實2018年的時候 發覺警方可能掌握到某些證據 但是就未夠挫他 那麼所以呢 就繼續讓他在香港那裏留下 因為當時我們是會有引渡條例的嘛 那麼直至到現在2020年了 可能真的有些確實的證據 是可以引渡他回來 那麼但是法國的政府 就因為這些政治的手腕之下 將他引渡條例取消了 那麼作為警方 我相信世界各地的警方 其實不會理政治的 一心破案而已 是的 他們一心為了破案而已 那麼現在唯有 警方就製造一些輿論的壓力 令到法國的政府 受到這些壓力 重建一個引渡條例 將犯人承之於法 那麼唯有就是將這件事說到就是 我剛才聽到 他們說如果這個犯人 在世界任何角落犯案的話 法國的警方是會感到非常之不高興的嘛 那麼我就很相信就是 這個就不涉及任何政治 純粹是正義的張演 那麼所以有可能就是 法國警方可能試圖用這件事 去令到政府改變他們的立場 而不要將事情政治化 這個就是我想到的推斷 如果不是沒有理由呢 他在2020年才公佈這個人 在香港 因為在2018年 他就已經肯定了這個人 在那裡 14年他已經肯定這個人 在那裡 他在香港 14年收監過 但是我剛才聽到你說 就是2016年 他是突然間斷了消息 去到2018年 才再有證據顯示 其實他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了 是這件事很奇怪 不過我覺得你的目的確 因為法國警方說 如果他再犯 我們會崩潰的 我們會原諒不了自己的 這些說話 如果對普羅大眾來說 可能很正義 這幫人心場很好 但是其實在警方角度 這些說話有些不專業的 有些不像是警察應該說的話 還說他有99%的重犯率 說真的99%的重犯率 老闆在犯罪心理來說 其實是不專業的 這個說法 因為我就算真真正正 有證有據 有很多單的連續 那些你都不可以用 什麼叫99%的重犯率 整件事是不合理的 有些煽情 有些煽情 製造言論 製造恐慌 來逼他去政府做些事情 我認同你的說法 因為 你知道 大家知道 全世界西方世界 現在都在玩政治 不理他民生 不理經濟 甚至現在 連警察捉賊 天經地義 他都不理 要玩政治 那些民生 都不理 各個 怎樣都好 我們希望這個犯人 能夠早日成之於法 而且 法國政府那邊 不要再玩政治 希望你們自己法國政府 盡快把逃犯移交 就算我們香港抓到人 沒有引渡條例 我們怎樣移交犯人給你呢 我們先說下一件事 在昨天的凌晨 有五名少年 遇到警方的折查的時候 竟然拔足狂奔 其中有三名少年 就懷疑走不掉 因此 就被警方折停了 這些少年 真的全部都很小 他們的年齡 只是介乎十三至十四歲 其中 一名少年 在被警方折停之後 依然拒絕合作 更被指 想企圖搶工具 直到我們拍片的這一刻 的前一段時間 警方就說到 是沒有證據顯示 他想企圖搶工具 據知 這五名少年 逃走的原因 就是他們怕違反了限聚令 因為消息指 這五名少年 分別相約去打籃球 大家都知道 現在所有的籃球場都關掉了 亦都不讓有五個人 圍在一起 進行活動 這樣的話 你就犯了限聚令 因此原因 這五名少年 見到警方 就立刻掉頭走 事件其實可以反映了很多事情 當然 黃人那邊 就說到 警方有欺小孩 大家還記得 之前有一個十二歲的女童 被截停的時候 拔足狂奔 然後警方就把她制服 按在地上 當時那些黃人已經大做文章 這三名少年 就比這十二歲女童 大一點 大一兩年 其實年紀都差不多 黃人那方面就說到 為什麼警方現在才說 沒有證據顯示搶工具 是不是警方害怕了 其實警方表示 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相信早前被指導 搶那支炮的十四歲少年 只是在逃走期間 觸碰到警方那支炮 就沒有意圖去搶一支炮 警方其實都非常公道 絕對不會亂誤人 現在還有兩個少年 是逃去無蹤的 我相信 接下來警方也會 通緝他們 整件事本身是很小事的 違反限聚令 你就接受票控 用什麼走 其實就跟那十二歲女同一樣 就是因為 現在的社會風氣 加上 香港出現了有問題的教育制度 就令這些少年 看到警方的時候 採取了一種不合作的態度 甚至乎 反抗和逃跑 其實問題的所在 是要怎樣教好這些小孩 而不是像黃人所說 警方欺負小孩 小孩都會犯法 難道警方以後 見到小孩犯法都不執法嗎 一些這麼簡單的道理 他們都是想不明白的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那些小孩違反限聚令 就說笑不根是連笑無知 你身為大人 現在在這個病情之下 你都公然違反這個口罩令 這個不聽話的大人是誰呢 這個就是熱血公民的副主席 鄭錦滿 即是人稱四眼哥哥 話說 這個鄭錦滿 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那裡表示 還鋪了一張照片出來 前天幾下午 他在荃灣站的天橋擺街站 打算派發他那些所謂的工作報告 他有工作過嗎 他都沒有做過事 何來工作報告 可能這份工作報告 寫四個大字 不知所謂就算了 又或者是關人隱事 隨便選一句吧 你自己 鄭錦滿 他一派發這份不知所謂的工作報告 他公然不戴罩 期間就有個戴黃色罩的男人 大家知道他什麼立場 戴黃色罩的那些 見到他 就拿一部手機出來拍他的照片 還要質問他為什麼不戴罩 大家想想 連他們立場的人都質問他 也不止 現在這樣的病情時期 有條牟利不戴罩 當然會引起公眾恐慌 另外有些市民也質問他 誰知道他很得戚地問市民 他又質問他那個女徒人 你是不是黃絲 這是什麼邏輯 現在說你戴不戴罩這件事 又和政治立場有什麼關係 然後那個女徒人回應他 說黃什麼絲 我中立的 你知法犯法 指著他 說他知法犯法 然後他還要死不悔改 知道他怎樣回答人 他自己鋪出來的 他說是呀 我以身犯險啊 公民抗命啊 其後 他在公眾地方的公然不戴罩 當然很多人會恐慌 當然是報警 但警察來到的時候 他剛剛好擺完街站就走了 票控不到他違反口罩令 他在自己的帖子裡 又形容自己是很be water 很威水 以這個警察票控不到他 而引以自豪 還有他在自己的帖子裡 也聲稱這張 吳戴罩的照片 在葵方做街站的時候拍的 並非當天在荃灣做街站的時候拍的 那我就說這個鄭錦滿 就不是be water 他根本就是想find water 找水 很明顯 剛才有說到 其實他不戴罩都不是一次的了 他有機會就是想自己感染 騙政府的五千元 因為他現在沒有工作 再者還可以在下年的報告 說到自己為了公義 好像2016年一樣 鄭錦滿在Facebook發動一個圖書館戰爭 那這個圖書館戰爭究竟是甚麼事呢 就是這傢伙走到公共圖書館那裏 將簡體字的書籍全部丟掉 又或者呢 丟去那些書籍的後面 總之呢 就不要被人找得到 那最後就被警方抓了 那最後就被警方抓了 他就被警方抓了 就告他不誠實使用電腦和盜竊罪 最後他也盜竊罪是罪成的 罰款了三千元 你也算得到 盜竊罪是刑事 不判你錯你已經算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不只是盜竊罪 他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就排在他的黨友 人稱法子的那位女士的後面 就是排第二 那位法子就不是酒井法子 是姓犬養的 犬養法子 誰知道鄭錦滿 就成為了唯一一個 排第二都要被DQ的參選人 說回他今次不帶罪擺街站 他自己就說是公民抗命 之前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都說過 公民抗命是不得凌駕社會 整體安全和利益的 現在什麼時勢 外面風頭火急 其實要你帶罪 不是很難為你 況且你又不帥 就當是遮住他 現在你在社交平台那裏 鋪上這些東西 我們確實有證據 可以擦除你違反這個口罩令 希望有關部門可以徹查一下 還我們香港市民一個公道 最後一單由我愛力報道 香港記者協會記協早前表示 警方妨礙記者採訪 以及對記者使用過度的武力 以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 日品高院申請司法複合 結果昨天裁定敗訴 周家明法官作日頒布判詞 那裏就說到 記協一方反映警察屢次使用武力 當中涉及事實爭議 是應該以民事入品的 司法複合不是用來處理這些案件 我在這裡輕輕解釋 什麼是司法複合 其實司法複合是針對行政機關 和立法機關 究竟有沒有違憲 而以法庭作出一個審查 而不是一般的民事 或是事實的爭辯 很明顯今次說警方這件事 就與違憲無關 但這個記協主席楊健興 就出來死撐 他就說到有13名記者 都曾經被警方阻止拍攝 或是暴力對待 每件案都有名有姓 有相關的細節 片段和影片 這群記者也有簽署聲明 但他認為 民事殺上有一定的困難 我在這裡耐力告訴你 究竟他遇到什麼困難 很明顯對他們想省錢 因為如果13人分別民事檢控 就要13個案 他們又不想花錢 但記協又不屬法律程序 想著司法複合可以一次過搞定 誰知又不是這樣用 簡單地說 這個記協主席就是縮骨算爆老靠叉土 昨天警方也出來說過一些說話 根據法庭的裁決 警方雖然在公眾活動的進行期間 有責任保護新聞工作者的安全 以及被記者有第一手採訪權利 但其實還要兼顧其他因素 包括維持治安責任 示威者和新聞工作者 當時的行為是否合法 這些警方都要考慮 而民建聯的郭佩帆議員 亦出來說 記協簡直是惡人先告狀 郭宇議員說到 SIR 年那麼多搞事場合 很多時候記者更多於警察 很多記者的鏡頭只會追警方拍攝 還有一些涉嫌阻止警方執法 郭議員亦說到 當示威者遇上不同意見的市民的時候 就打他們 但往往這些記者只會拍被打的市民 完全是不會打人的示威者 他們就希望會方公平說出事實 不要以偏概全誤導市民 我記得去年元朗 朱兜迪帶了一群報表 百多二百人 全部都說是記者 但很多人被查到 要是記者證明是假的 要是學生 根本沒有登記 記協一向是甚麼組織 大家都知道 只有他們還在騙自己 還有騙黃人 我勸他們 下次想玩法律程序的時候 真的浪費少少錢 請律師諮詢 不要口爽何包納 連告都用錯方法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